各位編迷你們好 我很喜歡發掘一些新進的牌子、小眾的牌子 因為他們設計的手錶很有特色 跟其他已經很久歷史的手錶很多時候都很不同 今天想介紹這個牌子叫做 OVD 是一個香港的牌子 它推出很多手錶都跟天象、太空有關係 例如它之前推出過 Moonwalker 當然跟月亮有關係 又推出過火星的Mars Mission 那些錶都挺誇張的 我記得在錶面中間有一個立體的月亮 或是一個立體的火星 拱了起來,真是挺誇張的 夜光又是非常之強勁 但我覺得那些錶帶出來可能對我來說比較誇張 尤其是上班 但這次推出到這隻 我就覺得這隻便可以了 雖然它也有些立體的球形 有些星體 但這隻我覺得比較低調一點 但亦是很特別的 這隻是甚麼手錶呢? 就是OVD的Blue Moon 藍月亮 藍月亮 大家可能會問 這隻錶不是藍色的 看起來不是藍色的 其實藍月亮不只是一個模特兒的名字 而是這個系列的名字 其實Blue Moon 如果大家有聽過 就可能英文有一句 叫做Once in the Blue Moon 即是說 很難得 才有這個機會 叫Once in the Blue Moon 其實Blue Moon 真的是一個星體的現象 為甚麼呢? 就是Blue Moon 是指一個月份 三十或三十一天 一個月份 第二次出現的滿月 而且通常 那時的滿月是藍色 所以叫做Blue Moon 所以真的很有趣 它的概念就是Blue Moon 所以讓大家看看這隻錶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 它的錶是藍色 其實它的錶不是藍色 真的很棒 或者量量量量量量大小 這隻錶是挺有份量的 42mm 錶 看到了 厚度 厚度也挺厚 因為如果大家看到 它是有月亮的模特兒 厚度是15mm 15mm 它做了這個 像是稻銅的顏色 當然不是青銅 是稻銅上去的 在四時位置有個標觀 大家可以看到 當然最吸引就是它的錶面 它也寫著 在這個位置 寫著Blue Moon 它在藍寶石水晶錶的下面 就有一塊這些膠 上面就有個星體圖案 有些星體 在下面就有兩個 好像那些小晶的包 其實這兩個是月亮 再加兩支指針 粗一點 短一點就是時針 這個就是分針 現在顯示的時間 就是4點踏1 秒針正在走 其實看時間就完全沒有問題 很簡單 兩支針 三支針 其實是秒針 最特別的是月亮 那一開始 我就有點懷疑 其實為何要做兩個月亮 其實通常它都有兩個月亮 不過另一個月亮 它去到下面的時候就會遮蓋 有些其他標 你只會看到它露出來的月亮 即是當是少少月上 但又不是 其實又不是正常月上 因為月亮的週期 是29.5天的 通常 但是它這個 這個所謂月上的做法 就是用了這個日零 來做 所以它一個月 就轉31次 這個 和這個月上 其實有少少就出入 所以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叫做月上 或者是 你可以說是呈現這個月亮的狀態 但未必是直接是月上 或者我都調整一下時間 和這個月亮給大家看看 它有停秒功能 它用的是Miyota的9019幾深 大家都看到了 退出兩格就調時間 有停秒功能 退出一格 就可以調整 本身是日曆的 但它現在改變了 變成要調整月亮 先看看 退出一格 沒錯 大家看到了 可以好像調整日曆的 調整月亮 我相信你很難 用它真正做月上顯示 我都覺得是 純粹是搶眼 和有型 對吧 回到這個項目 就是它有兩個月亮 而下面那個 其實就在半透明的膠 是透了出來的 透了出來 開頭我就覺得 這麼奇怪 應該不要做透出來 只是顯示上面那個 但當我想清楚 我就明白了 因為它這個叫做 Blue Moon 南月亮 剛才說過 一個月內 比如說 月頭的時候 有一個 Full Moon 有一個滿月 月尾 因為29.5日 周期 月尾 可能最後一兩天 就會出現另一個滿月 所以 它其實就想 模仿一個月裡面 有兩個滿月 所以 就算是下面這個月照 它也會顯示出來 所以是有原因的 開頭我以為是設計的缺陷 但原來是有它的原因的 至於野光 我就不會現在給大家看了 因為 我也打算帶一隻標 會出外景 實測一下 晚上又怎樣呢? 會不會有機會是 舉頭望明月 低頭望 Blue Moon 大家拭目以待 我會在影片裡 出外景拍一拍 它這隻標 再配合這條這麼漂亮的 皮的錶帶 它的扣也有了 OVD Logo 讓大家看看 這隻標 真是很特別 我相信你戴出去 應該不會跟別人 撞標 撞標 很難的 就算是戴差不多的手錶 都很難 讓大家看看 它這個也寫Blue Moon 對 它的皮帶也寫著 有這個快拆扣 所以如果大家 要換錶帶 亦都非常方便 而且它寫著是20 這個脫位是20 即是很多皮帶 都可以配合到 讓大家看看機心 這個就是 Miyota的9019機心 大家看到它的駝 大家看到它的駝 亦都有些 星體的圖案 是否有些特別的意思 讓我出外景再詳細看一看 大家可能覺得 好像沒有那些資料 黑在這裏 其實它有的 不過它不是 直接黑在這個表面 而是黑在旁邊 大家也看到它黑在旁邊 先看看它黑了甚麼 例如它的限量 是999隻 它黑在這裏 接著 Limited Edition 這裡黑在Limited Edition 接著這裡寫著Blue Moon 南月亮系列 先看看 OVD Universe OVD Universe OVD宇宙的南月亮限量版 999隻 OK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透底 看到它的機心 一點都不差 而且它的桌子 完全改裝了 你看看 完全改裝 所以我都很興奮 看到這支錶 真的覺得 這支錶 是非常特別的一支錶 我便會出去看看 它在陽光照射之下的狀態 還有在晚上的時候 看到這支錶 又有沒有甚麼特別呢 好 事不宜遲 我們先出外景 好 我現在就在佐敦 Ethan Hotel 旁邊 Ethan Hotel 以前的前身 在普慶戲院 現在看到這個公園 也改變了很多 我記得上一次都不是這樣的 這次有很多椅子 有些花 剛剛旁邊這裏 其實就是Ethan Hotel 它有一個 Food Court 有很多食肆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旁邊這裏賣地圖 不過今天就沒有開 因為今天也是星期日 坐下來看看我的手錶 現在這個公園 就叫做普慶廣場公園 都沒甚麼玩 其實都是坐在這裡休息一下 我帶著這支OVD Blue Moon 在陽光底下 看月亮也挺特別的 這個感覺 這支錶是42mm錶景 但它也有很厚 而且錶面設計 實在非常特別 所以真的挺長眼的 在晚上看又不知道會是怎樣 現在日後看 其實月亮也是夜光 3D打印出來 所以現在也是在吸收光 所以你照完一輪之後 然後你進入室內 然後你會看到那兩個月亮 夜光是挺厲害的 晚上我都會再出動 看看它在晚上的時候 看到這兩個月亮的情況 又如何 這支錶真的頗有分量 其實也是打得舒服的 我這支錶是銅色 再加上金色的紫針 以及小時刻 再配上這條皮帶 真是衣上金夾 真是很漂亮很漂亮 大家有興趣 有機會有時間 離開這間酒店 都可以在旁邊休息一下 晚上又出去這個公園看看 我又是帶著這支錶 舉頭有沒有明月 只是看到狼豪坊的頂 今天好像見不到月亮 沒有辦法 香港的光於污染實在太厲害了 所以晚上都很難看到月亮 星星 尤其是星星 很難看到 今天又見不到月亮 又看看我手上的那兩個月亮 沒有辦法 我本來打算舉頭看明月 低頭又看明月 但今天就看不到 你看看夜晚的兩個月亮 吸了光之後 看到Superlomnova很厲害 綠色的 而且很清晰地看到月球表面的紋理 而且那個時分針 尾部的夜光是藍色的 原來不是綠色的 而不是同一色的 有兩種顏色的夜光 沒有 又看看天空 也是看不到 看不到月亮 只是看了很多大廈 很多燈光 又看回這隻錶 哇 你說晚上帶出來 旁邊的人看到 是否真的 一定要問問你這隻是甚麼錶 這麼神奇的 兩個月亮都清晰可見 剛才說的 表面的紋理也清晰可見 所以這隻會不會是真真正正的 Moon Watch 還是Moon's Watch 好像Moon's Watch 但這隻就不是膠標 這隻叫Moon's Watch 因為Moon是中數 兩個月亮 所以可以稱為Moon's Watch 你看看多亮 真是非常開心 我本來都沒有預計到夜光是這麼厲害的 但晚上都清晰可見 真是很吸引人 吸引到旁邊的人 亦都很吸引到我 所以其實都沒有所謂 雖然你就不可以直接當它為一個Moon Face 不過都是帶出來拍一拍 那這是甚麼來的 其實這個呢 調轉了的錶 看見那個陀 它上面那些星空那些圖案 其實都是有夜光的 大家見到 我也希望可以拍得好些 那見到那個陀 其實全部都有夜光 你想想一下 在陀螺轉的時候 那些星星就會發來發去 真的好像天上的星星 好像流星一樣 這隻錶 前面又有夜光 這個月亮夜光 後面的陀螺也有夜光 所以你調轉大 都是很帥的 這隻錶 哇 真是出乎我意料 所以就說 有時候這些小眾牌子 或新進的牌子 就算這隻是香港的牌子 它造錶也很有心思 即是設計非常之有心思 以及貫徹它的OVD 從太空天體星獸拿靈感 這隻錶也很符合它一貫造錶的方針 既然天空沒有月亮 就讓我放兩個月亮在天空 其實Blue Moon這個系列 除了我這隻之外 還有其他款式 每一個款式都有一個名字 我都可以給圖打看看 但聽聞我這一款 已經訂不到了 已經賣光了 所以我早上出去打這錶 晚上又試過打這隻錶 我都覺得 早上和晚上都很帥 真的 大家看到都問我 哇 這隻是甚麼錶 這麼特別的 最後也要說一下價錢 首先它是一個小眾牌子出的手錶 當然大家都應該預計價錢不會太高 但這個價錢真的非常吸引 原來它本身的定價都是$3,800港元 本身這個定價都不算是高 它用MIOTA 9019機芯 之後有這麼特別的設計 有這兩個立體的3D月亮 都是$3,800港元 更好是甚麼 如果大家對這錶有興趣 可以去到西九龍中心的TIME SHOP 那裏查詢 大家說看過這個頻道 看過這個影片 就會更多優惠 現在給這個頻道的訂購價是多少呢 就是$2,780元 哇 這個價錢真的非常吸引 $2,780元 就買到一隻這麼特別 應該完全不會跟別人撞標的 一隻這麼突出的手錶 但是呢 就像我剛才說 這款就好像已經訂購了 不過還有其他款可以訂購的 我都放在圖上給大家看看 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去到西九龍中心的TIME SHOP 查詢 記住一定要說說看過這個頻道 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同樣 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尤其是香港推出的小眾牌子 以及其他的Micro Brands 以及支持地區小店 以及支持我拍片 還未訂閱的 麻煩大家訂閱、Like和留言 對我來說有很大的推動力 我會再找多些有趣的手錶 像今天OVD的Blue Moon一樣 以及隱世的錶行和大家聊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分享 拜拜 拜拜